用盡全身力量奮力一擊 六年沒上台演出的朱宗慶 這次將為新傳重拾古棒 今年是雲門舞集50周年 4月起將重演創辦人林懷明的傳奇舞座新傳 因為林懷明的一通電話 兩人重啟合作契機 所有表演過的音樂 它是已經不是音樂了 它是喚醒你所有的身體的細胞 那個都是忘不了的 事實上就是這個以大鼓為中心 來操控著舞台上的舞者 以及全部的觀眾的複習 我第一次參與新傳的時候 還不到30歲 那時候何鴻啟才十幾歲吧 那時候只知道大鼓 那麼40年來的感受更多 他給我的心情的那種震撼跟感受 那種就很期待 所以我都演了那麼多場 跟排練每次包括在這排練我都很感動 就不曉得莫名的整個回憶 記憶都想到以前怎麼樣打下那第一身鼓 那麼林老師怎麼要求我 怎麼跟舞者的互動 打完之後跟舞者裡面怎麼互相去安慰 跳一次死一次的感覺 那種感覺 然後一跳完舞以後 羨慕又這麼美麗這樣 這個心情我都參與其中 然後當然我 所以這次在演出的時候那種心情的激動 就是說你看每一個人都很期待 當然我說林老師寫簡訊給我的時候 我馬上就有怕他後悔 他說 中信你講打鼓嘛 我說很想 想很期待這樣 這種打法 真的是一般在我們學員派的學習過程裡面 還有很多 就是怎麼跟舞者那種呼吸 力度 然後要看著舞者之間怎麼互動 這過程是非常重要 每次演出好不好 演出好當然 如果演出不好 我都覺得很內疚 一定是我力量給他不夠 或是 這東西我非常想法 所以對林青人團員 剛剛這次 郭美芸是第二代的 第三代 他們在排隊 朱宗慶表示 在1985年首度參與新船赴美巡演 自此開啟與雲門的多次合作 最後一次是20年前的公演 而林懷民則表示 很高興這次雲門第八代舞者 能夠和豬團不同世代的團員 攜手拼搏 而朱宗慶打擊樂團 在聖誕節不幸遭遇火災 但相信鼓聲會帶來力量 傳遞勇敢與希望 我想作品本身就在那裡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希望看到 觀眾看到 打鼓人是這麼辛苦 舞者是這樣的拼命 這個東西 但是最後整個從 插準度 那是很辛苦的嘛 可是一直到拓荒 一直到最後的插秧 收割到最後一個節慶 哇 那個是一個歡樂 所以就看到這個過程 我想 是的 這個舞給人家力量 我想這個舞給人家力量 不是說你看得懂不懂的 已經不是這個問題 困難總是有 那前面的前方 我們要有些重建計畫的時候 就勇敢往前走 這種力量 在打這個時候 心情好像蠻像的 蠻激勵我 就是 奮力 大家 玩曲 修著大家手前走 往前走 這樣的感覺 那種心情 這麼巧 是給我力量的一個作品 今天的打鼓好像是一個 對 出發的一個宣告一樣 對 我想前一段 就是一個拓荒的一個開始 所以你在黑暗中 觀眾 等了 然後聽到那個打鼓 對不對 整個房子震動 然後就慢慢看到人 所以 從一個人到 多數的人 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在這裡面 那個鼓 鼓是一個 東方的鼓 是一個 像有神靈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你要打仗的時候 你要用鼓來吹 事實上 在有些地方 在收割的時候 他也是用鼓來 鼓是來提升力量 融聚心形的一個東西 鼓也是用來驅邪 避邪的東西 把火災的東西 今天 大家來看的時候 可以感覺到 一種新的 離開戲院的時候 有一個新的力量 雲門當然我還在 可是舞者們是 更年輕的舞者 可是很有趣的是 從1986年到現在 這三個人還是在那裡 從頭的那些 然後他們 他們老了 可是更棒 更成熟更棒 然後 也這樣子 帶很多年輕人出來 所以我覺得 這個事情對 朱才來講我特別特別的感動 雲門50 林懷明星船 將於4月21號到6月10號 在台北、台中、高雄、苗栗、嘉義、台東巡迴演出 將帶給觀眾震撼又療癒人心的爵士經典 記者李奇會 台北報導 我們很高興 阿嬤 他很高興